高宏安办公室其实发生过不止一次的 不止一次 就是超过一次的一次 对不止一次的那个姓平事件 那发生后呢就是 高宏安就是都是表示说他想要压下来 为什么 他有提到几件事 因为他有跟那个女方就是有谈 主要就是说 你要是把这件事闹大以后 就是两败俱伤 你们就是两败俱伤 他自己是女生 对然后德利尔是谁 德利尔是那些喜欢看八卦的人 你们都是两败俱伤而已 而且他不希望这件事情变成那个 一个公关危机 所以他就表示说他想要把这件事压下来 对 然后呢 那个他当然也有 他就除了自己讲完之后 他有找一些其他主管去跟这些 那女性助理就是私聊 那主管 我不太觉得主管是自己的意识 还是是那个高宏安的意识 他就直接讲说 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闹大的话 那走的会是女的 所以他们保护的是男生 那这件事情的受害女生可能不只是一个 就你所知有几个人 超过一个 只能讲超过一个 对 然后那个女方 女方就是 男生是同一个 所以是惯犯就对了 好 然后呢 可是高宏安又很怕被罚钱 因为那个林毅华事件被罚了 就是他因为年代责任被罚了200万 然后所以他为了避免被罚钱 所以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办一个性评讲座 就至少说我们有做到这些事情 就将来比较好撇清 所以他就办 他就请那个赖湘宁那边就是联系讲者 然后就是报一个用党团的名义办 然后办的时候 他那个 他办的理由就是说 避免发生林毅华办公室事件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也说 你说他已经是惯犯了 那为什么高宏安要这么样挺这个男生呢 高宏安相信他啊 高宏安直接就讲说 你们两个 我就是相信这个男的 为什么 是因为他的能力特别好 可以帮助高宏安吗 我看一下对话记住 感觉也没有特别好 那他感觉起来这件事情 就是处理不当嘛 对不对 我是觉得处理不当 有没有违法的事情 这个我不太懂 但是对女方来讲 第一个女方就是 因为我们有对谈过嘛 那对谈过 他当然就是说 他其实很不想拿 因为毕竟 对受害者而言 每次讲出来都是一次伤害 所以他其实就是 只讲一些 就是比较关键的点 对 然后其他地方 我也是尊重他 没有问得太细 好 那高宏安现在说 不排除要告这个离职助理 就你所接触的这些助理们 因为不晓得是前任还现任的 他们内心有觉得害怕吗 有些但是会担心 那我也是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担心的话 我也可以把你们找寻看 有没有可以帮忙的人 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他们都 他们昨天就是 不过可能酒喝太多了 所以担心归胎心 大家还是讲得很开心 你知道昨天他们 就是我们 因为昨天就是他们一直讲 然后我打字 我就是一个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的风气鼓掌 他们讲很快 你知道我打一个 他们已经讲了两三个 所以其实我漏掉很多很多故事 都来不及 那是带录音机去录 没有 他们现在对录音机很敏感 但现在高宏安说要告助理 但是没有说要告你 如果他要告你的话 你会担心吗 他不是说我写的东西都是 他不是昨天讲一句经典的什么 没有评论的价值吗 对啊 既然没有评论的价值 那就任我讲嘛 对不对 看他哪一天会评论 剩四天最好快一点 不然我明天不知道 还会写什么小故事 所以明天可能 还有很多小故事 大家要期待未完待续 那我们要请教逸川哥 因为如果他是假借 这个民众党的名义 来办这个姓平的讲座 那意思就是说 那高宏安面对 这么严重的姓平事件 他是没有要处理的意思吗 立法院也有姓平委员会 这一届姓平委员会 民众党的委员就叫张其路 时代力量叫王婉瑜 然后还有许多外聘的委员 对 一个办公室发生姓平事件 可能到早上10年前 20年前 大家都想要打下去 没错 可是性别意识提升以后 过去我们都检讨被害人 就说你怎么会去抓 那个妻子的怎么样 可是这个案子 高宏安你是民众党 难道你们的价值就是办公室发生了姓平的争议的时候 你是去跟那个被害的女性讲说 这件事情你不要讲 你有没有姓平观点 你自己要先接受姓平教育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高宏安的所有的这些争议 昨天是叉猫提那些 我一开始看 我当作笑话在看 什么可乐 什么火 什么 什么 把洗衣籃 什么把衣来办公室洗 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办公室里头一些有的没的 但是这个事件现在已经演变成为 很像以前二三十年前的玫瑰铜铃围园 蓝色蜘蛛网 就是很惊悚的这种 不该是那个派打架还是恶新步 就是说整个高宏安的那个人设 就产了很大的改变 跟他说幼稚的事情 高宏安就习惯向上管理 高宏安搞不清楚 立法院不管是中心大楼一館二館 楼下的那个警卫姐姐 或者警卫保全 或者是在那边跟他换这个那个姐姐 才是关键人物 他如果要让你起来 就一根堆你起来 他不让你起来 什么方法就不让你起来 就像我们在KTV门口 在买演参的那些还是关键人物 因为什么人亲近处处 他都会看到 你不就要叫助力 拿去那个姐姐说 姐姐 我跟你说 这是郭董上的遗忘 这个我委员叫我起来 人家那个姐姐都说 我今天拿去的郭董的遗忘 什么你拿去 会比起来的姐姐 你为什么拿给他 就那种阶级的这个观念 我可以各位讲 公主跟公主病差一个字而已 他以为他是公主 其实他是公主病 你也没有当当什么公主 现在民众党有一个星光小公主 对不对 你也不是 你什么都不是 你是公主病 你也不是公主 怎么会小小的一个办公室就管成这样子 对 所以你看 他跟我说什么 什么做民 用头毛都要回来台北 不怪那天什么 去打电梯去三脚文主公 这事情我都一直在查公 到底有什么一定要去一间 就是说你身体那样坐便宜 是第一间都没你没完 然后你已经去了快一年了 你在这里还没有找到弄头发了 你还没找到弄指甲了 你也太多人说了吧 你的座里也太多人说了吧 女孩子去那个地方 不是先找到哪里可以弄头发 可以休息做连对按摩的地方吗 代表你的心都没在那 你心都没在那 所以你跟这些政要的这个参会 也都在台北 所以对新竹人来说 你现在这样的一个作为 其实是不妥的 尤其这种性贫的事件 这件事情我想根本没办法善良 就是说这些被 不管是被文字骚扰 被这个图案骚扰 像我们以前在办公室 我们办公室的助理也会跟我说 局长你讲话要注意 不然你会要接受性贫教育 因为我们以前的读书 没有那种性贫教育 所以有些 有些跟性别有关的用志 会有贬义人家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用志只要涉及到 跟性别有关的 跟女性跟男性这种有关的 我们都会特别小心 办公室也会发生 就是不同的这个同仁之间 也会这种所谓的性贫义 可能是误会 刚刚帮他压了很多次 对 可是我们以前处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如果不会习 对我们来说 我们怎么会处理性贫 当然就是我们那个局里头 也有性贫委员 也有外聘的 也有这个 如果性贫的当事人是男性跟女性 那当然就 要么就找这个社会局来帮忙 这个社公司来帮忙 要么找外聘的律师来帮忙 就是说或者是局内的 这一些这个同性别的 这个大家来帮忙 一定是这样子来处理 高宏安你这个事情真的是做错了 感谢观看